昨天晚上匆匆的赶回台湾到日月潭去宴客 今天又飞回深圳继续面对危机 一起吃了早餐的乡林总裁赖正义透露 郭台铭的心情是大受影响 他的妻子曾馨颖 新系丈夫连夜带着女儿妞妞赶回故乡南投 陪在郭台铭的身边 几十万名员工的总裁 在这个时刻却是格外需要妻女的柔情支持 不见郭台铭身影 从韩碧楼大门走出来的是妻子曾馨颖 还有保姆怀里抱着的女儿妞妞 店头微笑再加上一句谢谢 曾馨颖戴着墨镜没有太多的表情 他感谢媒体和各界的关心 不过曾馨颖心里最牵挂的就是丈夫郭台铭 郭台铭一间扛起了危机 妻子曾馨颖则连夜从台北赶回故乡南投的日月潭 妻子和女儿的陪伴也成为郭台铭度过压力 以及危机的支柱 前所未有的难题让郭台铭在饭店彻宴难免清全的早餐会 郭台铭更是带着疲惫出席气氛更甚严肃 我们一起吃早餐都看他 这个当然这个心情上当然会会有一些影响的 郭台铭登上火线并非独自面对 有妻子曾馨颖带着女儿妞妞一路相随 都在为了同时是丈夫是父亲 也是鸿海集团员工的总裁郭台铭 适时的减缓压力 中文新五周到小南投采访报道